书房架子上摆满了兄弟俩最爱的玩具和照片 为了忘掉悲痛 叶宝贵和太太之前从淡宾尼搬到蔡厕港 不过夫妇俩仍然保留新家的一个角落 怀念两个儿子 13岁的哥哥叶耀昌和7岁的弟弟叶耀祥 去年1月28号 在淡宾尼45街和九道交界处 德明中学附近被水泥车撞死 57岁赵霍司机穆尔莫哈莫纳因 严重疏忽 被判坐牢两个星期 即吊销驾驶执照五年 我先生起初的时候他有讲过 他说他已经饶恕那个司机 我也是饶恕了他 两个礼拜也好 他就两年也好 就好像对我们也不重要 比如说就判他死警 我的孩子也不能复活 法官夏判史强调 司机尤其是那些驾驶重情车辆的人 更应该谨慎小心 这起车祸发生在学校区 司机本应多加留意 我去看那些驾驶重情车辆的人 我会做不爱 我会跟你 我会跟你 手机 我会打 illustrated 我会 我 手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